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如果你有任何問題 請去Slido 號碼是GovZeroSummit-Data 有最終 mal 未市民民紀恩-Data 還要給你 歌逛 作人 剛好 我剛好 音助 又還是 前提 也來用 但是我認為學習的計劃是一個好的步驟 因為它會保持轉圍的時間短 我覺得我的第一個良心的建議是不要單打獨鬥 就是尤其是像今天的三位講者裡面應該只有我是麻瓜 沒有技術背景 那透過跟別人討論 然後互相的去找到一個 最核心的那個問題 然後再從資料上面去做回答 我覺得可能會是比較有幫助的 我自己覺得就是 要習慣吧 就想法上面的改變其實是比其他的部分都重要而且困難 就是如果 就是從小怕數學才會去學 才會去當記者的話 那就是要習慣數字的這件事情 就是你要學習跟數字去相處 然後你才有機會去透過數據去瞭解一些故事 那當然除了數據之外 就是原來說故事方法就很多 所以數據不一定是回憶的方式 但我覺得如果要可以用數據來看到更多事情的話 那我覺得就是賣性要改變 還有一個是水門他自己提出來 想問兩位台灣講者 就是 因為當中的政治環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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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則沒有這麼嚴重 所以說我們從馬來的事 可以對中國人的問題 是否有問題 可以對中國人的問題 是可動的事情嗎 是你嗎 或者… 它是一個改變的政府,它會變得更好, 它不會更好,我們仍然可以做這個報告。 我還能夠來這裡活動, 所以你們知道。 我到目前為止,我四海不知道有影響到身家安全的。 我秘書長那邊也許他知道什麼例子, 但我個人知道,所知是沒有。 我這麼之前,我當然不會遇到。 我其實不太有聽過相關的案例吧, 或者是說,如果會有什麼身家安全, 大概影響到黑道會比較多, 但是如果是政治的話,他們其實通常不太會用直接的方式去面對你。 他們有其他的路徑。 然後接下來兩個問題都是專屬於阿昌來負責, 然後我們就快速帶到吧。 最多人想知道的是說, 淨傳媒就是你剛才介紹的一些專題報導, 在淨傳媒裡面的角色到底是什麼? 然後對於你們公司的營運營收到底有沒有影響, 還是只是為了一些公益形象? 然後實質流量到底是如何? 還有到底為什麼有所謂馬岸專區? 就這些系列進的問題, 你就系列回答,可以幫我們用大概三到四分鐘回答就好。 好,盡快,不要再用大家時間。 第一個是,就是我們淨傳媒裡面做的角色其實比較多是實驗, 所以當初我進去就說我希望可以多做一些數據的新聞, 那老闆也同意,所以基本上我們淨傳媒大概比較多都在做數據。 那當然現在分出來做Reader就是除了數據之外也可以做一些比較多不一樣的東西。 然後對營運營收是否有幫助?沒有啊, 我們都是拖垮公司的那一群人,對不對? 我可以補問如何拖垮? 就是我們就其他的頁面或其他的新聞頁面上面都還會有廣告, 我們Team做的東西是幾乎完全沒有廣告,對,所以完全是拖垮。 然後就是為了形象或公益沒有,只是我自己覺得很有趣。 然後我覺得台灣如果沒有人要做的話,這件事情會有點慘, 就是我們連就是你一直在看紐時或華盛頓郵報, 你連車尾燈都已經看不到了,你還不做的話那就真的太晚了。 然後實質流量如何?這個落差有點大,就是剛剛講的馬拉松後來下面有人問, 馬拉松大概一萬出頭之類的吧,我很久沒有看了, 然後但是比如說政治現金就非常多,政治現金可能會到據我所知端傳媒最高的流量大概是同一個水準, 沒有說單篇,然後很多媒體投入相當多的行李都叫好不叫做, 是沒錯啦,我不知道怎麼評估,對不對? 為什麼會有特別會有馬岸專區?沒有,就是那個專區如果大家有上網站看的話, 那個專區其實是城市設計中心非常偷然,為了符合編輯部的需要, 但這個有直播,為了符合編輯部的需要,所以我們做了一個非常簡單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想要隨便開任何一個專區,然後你要把你的文章選進去, 那你就直接做了,就是不用再透過我們,那我們team跟編輯部是完全分開, 我們基本上,我們team對編輯部的責任就是把服務做好, 然後把他們要的功能給他們,那新聞的話就是我們team的記者, 完全不對編輯部的總編輯這樣子,好。 然後下一個問題是請教淑貞,就是想請教你們在搜集各縣市政府的資料的時候, 因為內容規格各有不一樣,你們是如何整合這些資料, 然後花了多少時間,方法是什麼? 就是用電腦啊,果然是一個非常沒有技術性的回答, 就是我覺得很多時候,我就是用時間去耗欸,就是他的格式很不好很醜, 然後,早上我有聽那個就是信昌的演講, 的確是每個縣市,他不只是縣市丟出來會不一樣, 同一個縣市他不同年度出來的資料可是也會不一樣, 然後就是用耐心嘛,然後我特別有印象就是那個, 就是在資料英雄專案裡面,有跟那個政大的學生做合作, 然後因為裡面有叫做資料工程師是不是, 資料工程師他們就是專門做那個資料清理的, 那所以前前後後就是不斷,就是需要他們很有耐心的不斷的一起出錯, 然後再重新做分析,大概是這樣,是有時候想想是真的還蠻辛苦的。 謝謝蘇姐,那最後一個問題給Swiman,也是大家想知道, 就是可以跟我們介紹一下馬來西亞Civitech的景象, 他是不是只限於techie,或是一些比較熟知,譬如說工程背景的朋友? 整個Civitech只有三個人啊。 你說全馬來西亞嗎? 只要三個人,Cario,Cario,Cario,Me,Ziming,Ziming is digital security, Cario is a non-practicing economist from ANU, V that happens to do computer, I'm the software engineer, stasisadmin, Wanhou還有三個朋友,六個啦。 Can you tell us why there's so little people involved in this? Political awareness,it's about political awareness, it's about civic education, What's the point of voting? What's the meaning of why we need to care about politicians? It's about civic education. Things that happen in Taiwan is very cool. How many of you know who is your representative? So how many people actually know your representatives on national level? 大家都知道自己選區的立法委員嗎? OK,yeah,we don't really have a lot of people that actually knows about that in Malaysia. So it's about the level of civic education and actually political apartheid. So yeah,that's that. 所以最主要可能還是整個政治文化的不一樣 好,今天謝謝三位講者幫我們介紹非常詳細的資料 跟新聞之間的關係 那如果大家,因為今天時間有限 如果大家還有興趣想知道更多有關 禁或是淑貞或是水門在馬來西亞的一些發展的話 會後會都可以跟他們聯絡,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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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